三连到位,黑板干碎 赢的每个三连都是up主生发的动力 哈喽大家好,我是徐桑 尽早7点爬起来老头还 开局3分钟直接上岛 这波期的关游戏复盘 昨晚LNG和WBG的榜首大战挺精彩的 我们来复盘一下大伙都想看的第一局 思路清晰,先说BP 李宁在第一轮banlist上就不寻常 按掉垂石和洛两个能打保护控制的辅助 隐隐透出要打冲阵体系的意思 不过这里李宁可能没那么单纯 因为他们一抢的是A地位 并不是开头就亮底牌 WBG这里完全可以前两手直接锁人马泰坦 然而考虑到LNG可能是故意挖坑 后手可以补塔姆 WBG索性来了一机釜底车型 拿掉盲森的同时先把塔姆给抢掉 等着LNG投铁 轮到LNG的回合 确实如WBG意料中那般投铁 脚跃加摇摆鳄鱼 很明显他们对自己的这套体系很自信 在WBG再拿一手防冲阵极强的侠之后 脚跃就已经是冲不动了 第一轮BP博弈 WBG敏锐察觉到了LNG要选冲联体系的意图 拿下防冲能力很强的下落组 似乎已经有了成功拆招的意思 但一般来说 比赛不会出现一轮BP完就被暴露的情况 我们接着往下看 二轮班里 WBG把一个班位分给了辅助 露露不但对线好打塔姆 团战配合进场英雄 也有保护和打combo的作用 确实需要一个班位 反过LNG这边 最后一手班十多人 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简直把我要拿杰斯几个字写在了脸上 摆在WBG面前 有一个极具诱惑力的选择 利用红色方二轮Pick的一抢优势 拿下杰斯 那么LNG这两班 岂不是赔了班位送杰斯 这里又是LNG设置好的一个坑 只要WBG敢拿 那么LNG大概率后手直接刀妹 中路鳄鱼基本没有天敌 下路也好打 活躲着三线U阵容 结果WBG压根就没踩这个坑 而是先拿飞机 等LNG亮招 等到LNG亮出一套 前中期很强的阵容之后 WBG的选人就很清晰明了了 LNG这里把鳄鱼摇到中路 要知道鳄鱼走上和走中 对地图的辐射力度 完全是两个级别 摇到中路之后 对资源团的影响力 比上路更大 并且LNG下路是有限权的 大概率会对小龙有想法 而到了中期 可以靠着摩歇成型的杰斯 在资源团中拿到Poke优势 通过龙魂团 攻击雪球 提升阵容上限 所以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 LNG这套是冲阵 但不是冲后排 凭借极强的前中期战力 一样可以冲前排 所以回到WBG的最后一手 人赛当然可以拿颅仙和刀妹 对线打杰斯 但结果可能是WBG的阵容 谁被开到谁被干碎 考虑两久 WBG还是锁下了赛恩 这一手选择很聪明 赛恩和杰斯对线上的说法 我们比赛也在说 关键是到了团战期间 赛恩完全可以往前站 去顶杰斯的Poke 并且大家要知道一个事情 赛恩的强度曲线 在中期两三件套的时候 达到顶Poke 正好对应杰斯的中期强势期 也就是LNG速龙的最关键时期 只要打出一波好团 断掉LNG的节奏 那么到后期 LNG这个阵容是冲不动的 先说一下赛恩和杰斯的对线情况 可能会有一部分观众 认为杰斯好打赛恩 这局打不过 带什么符文 前几集都是好打赛恩的 毕竟手长嘛 但后面赛恩装备起来了 带啥都不太好使 带另外两个符文 对线期也不一定能打出击杀 就算真的杀了赛恩一次 也是在赛恩的可接受范围内 而先攻的好处 是可以加快发育 让杰斯加速出道新虫 到达强势期 在资源团前 扑个打残对手 如果选择 带征服者去和赛恩打对线 反而有点成本逐末了 为此我们专门查了一下 今年顶级联赛 所有杰斯兑现赛恩的记录 确实所有杰斯 都选择了主席偷钱 付其巫术的打法 阿乐的符文 是基于阵容定位而选择的 不过带起敌这一戏 确实有一点不舒服 因为杰斯这第一排 几乎只能点鞋子 对于杰斯这种兑现期 需要拉扯的英雄 还是有一定的限制 不是很好拉开赛恩Q的范围 而杰斯兑现 没那么好打赛恩 更多的是因为赛恩 可以从技能机制上 反制杰斯 首先需要知道 杰斯在极限距离 攻击范围去A赛恩 赛恩出Q 只要不贪机飞 一样可以打到杰斯 而一旦杰斯A赛恩的时候 吃到了赛恩的E 免不了被追上来 打出Q机飞 杰斯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 可能这里有人想说了 杰斯不是能用E 来打断赛恩的Q去立马 其实不管杰斯 是Q上来 还是走上来接E 赛恩都可以看杰斯E的出手动画 立马放Q 稳定打出Q的伤害 要是杰斯Q交得有点晚 甚至还会被空中直接打断 白亏一波血量 另外 惹赛这里主席点起风密集 最后一行点情境速率 赛恩的三个技能都可以触发 赛恩这个技能上 写的只有在面朝敌人的时候 才可以加速 但其实在回头的一小段时间内 同样有加速效果 赛恩可以利用这个效果 在Q起杰斯之后 接一把平A再靠移速拉开 非常好用 而且长手打短手 肯定会推险 兵线到赛恩塔前的时候 杰斯只要赶点赛恩 赛恩就可以直接蓄力Q耗血 杰斯总不可能进塔去打断吧 而到了6级之后 赛恩先手到杰斯之后 直接创上去的话 杰斯还是比较危险的 总的来说 杰斯前期利用长手和药水的换血效果 对线上是能占一点点上风的 但赛恩也不是完全没有反制手段 而随着赛恩的装备成型 杰斯会越来越难打 再加上对线期 惹赛的细节确实做得不错 因此杰斯对线期还是打得挺难受的 说回到比赛本身 李宁把鳄鱼摇到中单 就是想利用鳄鱼的强势期控资源 而速龙逼龙魂 自然也就成为了李宁这把的关键 所以这局角落 选择了从上往下的刷法 之前我们说过 这样的刷法会更侧重小龙 打野会在第二轮野怪 5分半左右准时到达小龙 同时中单和下路 在这个时间点前夕 回程补给 抢线权配合打野拿小龙 而恩基前面控资源的进程 还是比较顺利的 不过关键在于 WBG在不好和李宁接下半 去团战的时候 所做的资源置换 注意萨粉这把 并没有藏开野路线的意思 后续WBG 看到都因币拆下的视野 萨粉也没有太避讳 照样在视野上刷F6 但这样一来 杰斯就不得不 在2分40秒这个时间点 交出自己的视频眼 来保障自己的安全 都因币也是偏下站位的 可实际上 萨粉采用了盲森六足野 拳刷的打法后 绕了一大拳 反而是从下路河道冒了出来 打完鳄鱼一套之后 在当面跑到上河道 这个时候阿乐 强行跟杰斯打了一波换血 这波换血打完 杰斯空缆 基本失去了对线资格 只能回城 注意这个时候的兵线 杰斯是没有处理好的 忍赛并没有同步回城 而是留下来 硬把兵线卡在塔前 那么阿乐必须要在TP出来之后 第一时间把线塞进去 才能重置兵线 这就给到了萨粉一个干客机会 并且阿乐的纪律性 也没有拉得很满 队友在下半去动笼 自己退完线的情况下 还想打压制 结果被萨粉抓到 兵线还被推进塔里 间接导致了下一波对线 被吃肚层 这波成功抓捕 让赛恩加速发育 做出了守望者铠甲 上单对位 已经完全是赛恩占优势了 并且每波LNG拿龙 WBG一定能在其他地方换到东西 星际上基本是持品的 之前我们说过 只要阵容能往后拖 WBG完全可以接受放龙换资源 这对他们来说 也是很舒服的节奏 LNG前期走起速龙节奏 WBG这边 在资源交换上做得不错 很快就到了我们BP时 说的关键节点 赛恩和杰斯发力的中起 同时也将是李宁 即将拿下听牌龙的前夕 这个时候 李宁对二先锋发起进攻 提前往上半区铺好视野 时间点上还是比较讲究的 如果WBG决定放掉先锋 那么泰坦就能提前一分钟 回程补视野 接下来LNG就能在中路 放先锋拿到献权的同时 去铺小龙视野 节奏上是很舒服的 事关听牌龙团 WBG不想轻易放掉先锋 最起码拖一拖 就算最后LNG拿下了先锋 也没有时间不视野 WBG在下半区还是有优势的 Duinby确认飞机没捡炸药包之后 LNG决定接团 可以说这是本局比赛 最关键的节奏点 如果LNG能赢团 那么WBG将会丢掉先锋加中一塔 外加听牌龙 更关键的是 飞机将会浪费一个炸药包节奏点 WBG这局比赛 只剩下龙魂团一个种错 而WBG能赢的话 李宁的速龙节奏就会慢下来 能往WBG更舒服的后期去拖 整体看下来 中路线LNG是优的 并且杰斯也站在一个不错的 隔墙Pork位上 同时鳄鱼泰坦可以顶住这个路口 LNG无论是前排进场 还是后排输出环境都是相当好的 更别说泰坦作为前排 还有一个秒表作为容错 总体而言 在河岛开团 WBG很不好打 因此骚奋找了一个堪称诡异的角度 甚至他在打信号的时候 飞机和塔姆第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 换风算是唯一有所反应的人 往地上铺了几根羽毛 如果骚奋这得打算踹进个丝 WBG这边没人能接控制 妥妥的送死行为 因此骚奋注意到了地上的几根羽毛 决定指动打吸 这里Light稳一手直接交闪 实际上骚奋的二段Q还没打出伤害 眼已经插出来了 可惜骚奋这个刁钻的开团 还是有点勉强 侠没能完美接上盗狗 LNG这边第一时间盯上了 没W没闪的盲森 正常情况下 这个决策没有问题 但惹晒的大招改变了这一切 赛恩不但拐了个小弯 还细节地利用大招撞墙 产生了鱼波打出AOE 收掉了LNG追击的两人 更重要的是 WBG上演这波开团 把整个战线从左侧拉到了右侧 鳄鱼泰坦根本找不到进场角度 却把团开起来 WBG赢下的这波团战相当关键 第三条小龙飞机还有炸药包 LNG只能放 LNG速龙节奏一段是非常伤的 更别说赛恩后续 手下了LNG二先锋推二塔的意图 结果拿掉两条先锋的LNG 推塔数跟WBG是持平的 基本可以说 前面那波团战过后 LNG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题外话说一下 人赛这个走位建议严查一下 说回比赛 尽管后面他战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 很极限地在骚凡手中 抢下了大龙 他在中路R闪四个 带领队友打出了一波奇迹团 但LNG这个阵容 到后期确实是冲不动了 顶多把WBG拉进来玩玩大乱斗 塔姆的高容错 保证了WBG不会出大问题 当WBG拿到纯种水龙魂之后 LNG甚至不能擦伤赛恩 骚凡这里硬搞一波 是LNG唯一的机会 但5000多血 一秒回100多的赛恩顶在前面 拉扯完血又满了 只能收拾绝望 最后WBG的团队协作 也是非常出色 龙坑里只有两个在打龙 赛恩前顶阻碍对手抢龙 安九开着扫描 绕到了一个绝佳的位置 就算杰斯歪门炮没歪 把远古龙抢了 金格斯也会大概率被飞机秒掉 WBG顺利拿下这局比赛 整场看下来 WBG中期一波堪称诡异的开团 让LNG的速龙节奏断档 即使他战粗色的发挥 得以让比赛往后拖 但WBG阵容的容错和上弦都更高 最终达成了纯种水龙魂 三轮会云下比赛 好了 本期复盘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做的还不错的话 请留个三连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